有关节目资讯要告诉大家 03公用频道好戏上档 本周每天晚上7点和凌晨1点 将播出精彩纪录片《当家花旦》 这是一部描述四位热爱表演艺术的男人 以男扮女装独树一格的装扮表演方式 成立白雪综艺剧团 奠定了在台湾剧团界的独特性 影片内容精彩不容错过 为了庆祝白雪综艺剧团创团15周年 一场集结15年来 所有精华的华丽歌舞视觉想念 雪后狂风即将上演 团让简志成是旅北宜兰人的 第二代也是白雪的《当家花旦》 四个男人为了扮女生更到位 他们要健身 要节食 要练舞 还要做脸 舞台上观众看到他们的一领一笑 都是苦练多时的呈现 《当家花旦》是一部纪录片 也是一部剧情片 记录着白雪综艺团 四个热爱表演的大男生 坚持扮装表演的心路历程 也让人们对于性别认同问题 以及艺术的坚持 有了不一样的诠释 照片上看到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我 那当然男的就是简志成的我的本尊 那这个是我扮装后 我的分身叫做松田丸子 这是我白雪综艺剧团 我在白雪综艺剧团扮装的时候的一个身份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从这边开始介绍呢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讲的是创业 讲的是梦想 讲的是这个理想的实现 然后1995年办的第一届的反串选美 也是唯一一届的反串选美 当年就是办在这一个平台上面搭的舞台 所以那真的是很唯一的一次 就真的是很仅有的唯一的 然后你就觉得回想起来就觉得 好像就是你来到这个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为你天时地利 打造的那一场盛会 然后让你有那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我记得这个当家话诞的 他能够是一个男生 他能够做他自己 他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呈现他的时候 是这么真 这么美 我希望我们宜然县民 有空把他虔诚看一遍 会认为说 孩子不管他是怎样的立场 去呈现他 他都会勇敢地做他自己 而且把他最美的 最诚恳的呈现的时候 包括到了最后 他父母都不反对 非常的感动 妈妈还特地买票去看他的 看他的演出 这部纪录片在社大学员 网真的推荐下连续两周 晚间七点凌晨一点 在03公用频道上演 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宜兰新闻记者 黄文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另外来这部红�ishing Chick elimination 感谢观看